陛下 你為什麼一定要知道呢 你越是不說 朕就越想知道 朕好意唯眉刺婚 你卻為止抗命 難道朕不該知道原因嗎 更何況 朕曾親眼看見 你和蒙天放有說有笑 一副心氣神河的模樣 為何又要臨陣脫逃 陶兒 究竟有何難言之言 是不能說 還是不便當著朕的面前說 陛下 快替朕把臨跪取來 陛下 快拿臨跪 臨跪並不在裡面了 啊 這再三交代他還是忘了 把他患上了不遺症的話 就不是聖旨了嗎 天啊 他已經中了毒癮 陛下 那靈歸並非仙丹妙妖 而是青石一身子的毒品 陛下 好 覺得舒服了嗎 好在有陸方的龍虎大膽 否則 朕的病痛 真不知該如何疏解 你有何大病痛 唉 沒什麼 只是一些小毛病 待爐方練就了長生不老的仙丹 朕就可以永遠免受病痛之苦了 陶兒 現在 你是要朕繼續喝酒呢 還是說出你的心事 陶兒 陶兒的心事 原本不足外人道 可是 為了感激陛下對陶兒的厚愛 陶兒願意將心事披露 但請陛下替陶兒保密 朕絕對為你守命 此事出你口入正兒 除了你我二人 不會有第三者之道 陶下猜得不錯 陶兒之所以逃婚 是因為 因為 陶兒的心 另有所屬 是誰 誰令你不顧一切背起家人禮教 誰又置你於這偏遠小管於不顧 告訴朕 此人究竟是誰 是 此人究竟是誰啊 陶兒 你不是願意將心事披露嗎 說出來 也許 朕可以替你拿個主意 陛下不要再逼我了 陶兒只願意告訴陛下 他 他對陶兒有恩 有親 也許他遠在天邊 也許他近在眼前 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陶兒鼓足了勇氣為他逃婚 我之所以這麼做 是因為要回報他對我的恩情 這就是陶兒的心事 陶兒 他 我來放在兒子裡 爺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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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點什麼東西 只要你今天能點出來的東西 我一定想盡辦法給你買 誰叫盧爺對不起你 讓你受委屈了 爺娘 对不起 都是颅爷的错 你就原谅我吧 你要买鞋 爷娘 这双鞋做得多精致 怎么样 我买给你好吗 姑娘 上豪子皮货 来看看 上豪子皮货 这边看看 爷娘 上豪子皮货 看看这双鞋好吧 您想买给我就买吗 好好好 来来来 把爷娘姑娘打包起来 上豪子皮货 姑娘 您要点什么 我这儿有兔毛 好 牛皮 羊皮 鹿皮 骨皮 鹿皮 都是夜流的货色 那真是 姑娘 这泥血呢 姑娘 姑娘 你看看上豪子皮货 你来了 丫厌 爷娘 怎么了 没什么 你看看这双鞋 我给你挑的 卢烟 咱们回去吧 走了走了 爷爷 你到底怎么了 老是魂不守舍 没什么 卢爷 赶快回府了 回府了 卢爷 又怎么了 爷爷掉了一个耳锥子 卢爷再买一副给你不就结了吗 我不要 那是卢爷送我的第一副耳锥子 我要留着做纪念 您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那就早去早回 好 小心点啊 好 客官 客官 您放手 别有没有问题 您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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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cial 您放手 您倒是 你 갑자기 你是 милли 您 是 你到底 我知道 你还算是人吗 你既然没有死 为什么不早点现身 早点让我知道呢 我又何谈不想早点让你知道 但是我身不由己 我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命令 什么命令不命令 分明就是你心里头 根本没有嫌疗我 我算什么东西 一个逢城中的女子 只有在你欲赛永恶的时候 好好利用一下罢了 爷娘 你对毛母情深意重 我莫齿难忘 鬼才相信你呢 爷娘为了你 绞尽脑汁疲于奔病 看见其余师的尸体 爷娘的心都碎了 我先问你 我先问你 梵音跟你们这些人可有关系 你真是该千刀万剐 你知不知道 你早点告诉我 不知什么事也没有了吗 你不但害我伤心欲绝 还害我冤枉了梵音 破坏了冬儿姑娘和蒙天芳的姻缘 你知不知道 为此 我差点死于芦芳之手 我所受的这些委屈 你当然都不知道了 爷娘 我只得为了我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你一学全虎 我每天强硬欢笑地去伺候芦芳 还不时地想要为你报仇 这下子可好了 别人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对不起他们 这笔账都该记在你的头上 我 怎么 你不吭气了 你又想以不便衣外面是不是 门都没有 总算老天有眼 今儿个让咱们见面 今天我们可得把话说清楚 当初多梦你小以大意 让我这个在封城中打滚的女子 也有机会为你们尽绵薄之力 如今则忍已了 这种日子 我可不想再过下去了 你有何打算 你总不能将我假戏真做嫁给卢芳吧 我想了想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 我就是跟你走 就是跟你走 另一条 就是替我自个儿找个山民水啸的地方养老 你觉得哪一条可行啊 当然 第一条 我知道是行不通的 这件事不是在傅儒府之前 我们已经讲好了吗 我知道啊 我已经说了行不通嘛 好在我手上还有点积蓄 我爹娘谁都不靠 就靠我自己 为了你 我差点死于芦芳之手 她表面对我不错 事实上 根本就是把我当成玩物一般 爱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 这种人呢 再跟着她 早晚都会出乱子的 我爹娘向来都不知道什么国仇嫁恨 喝苦冒这种险 犯不着 出了事 谁心疼 没人 等哪一天 你老了 抗不动情 反不动抱的时候 想告老还乡的时候 总还有个人等着你 有个地方给你落脚啊 能告老还乡 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 总要等反情大业完成之后吧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没有成 你们这些人就不活了 话我可是跟你说清楚了 只要逮到机会 我就准备溜之大吉 到时候怎么跟你们联络啊 爷娘 你做错的事情 我愿意认这个账 但是冬儿逃婚这件事 对范府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件事必须由你自己来补偿 怎么补偿 当然是将功折罪 戴罪立功了 将功折罪 快你说得出口 怎么 姑娘我现在是两头不讨好 里外不是人呢 不错 冬儿姑娘是因为我送去的东西而逃婚 可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现在反倒定起我的罪来了 我在丹烟药里下毒 让世丹的殿前侍为身亡 也没见过你们谁包奸过我 姑娘我一向是吃软不吃硬 罚酒不吃吃敬酒 我既无罪何须立功 让我将功折罪 免抬 爷娘 有话好说吗 你如此佛秀而去 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呢 那是你的事 我爷娘不再那么傻 不再被你利用了 我处处为你想 为你冒险 为你牺牲 你为我想过什么 为我做过什么 爷娘 爷娘 告诉他吧 这样隐瞒下去 谁知道还能瞒得了多久 也许我当面为爷爷求情 他会原谅爷爷 而只责发卢方 他现有毒瘾在身 息怒无常 情绪不定 万一表面答应了我 回去被人进入禅宴 又改变心意 爷爷的性命 岂不难抱 为什么你的眼神 动作 声音 和冬儿一模一样 你可知 这支玉佩 是正合冬儿的定情之物 啊 啊 你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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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儿 陛下 天色已晚 请陛下早点休息吧 草儿 朕 朕不该逼问你的心事 唯眉赐婚 为的是让你幸福 倘若因此而造成你的不快 倒是朕始了危急的 你逃婚 是为了追求幸福 朕不知怪罪于你 但是 现实是无法改变的 必须勇敢地去面对 朕必须要面对的是 即使你再想冬儿 人不是冬儿 人无法取代冬儿在朕心目中的地位 而你必须面对的确实 你对你所钟情的男子 有情有义 也万万不可让他 把你当成另外一名女子的影子 陛下 陛下 桃儿 朕必须趁着冷静的时候把话说完 姑娘家置身在外 哆嗦不便 明日 你再休息一日 后日 朕送你返家 不 难道你不怕你爷爷操心 我 你不用怕 一切朕自会为你做主 多谢陛下 你早点歇着吧 不想澄清就别澄清 答应了婚事 又这样贸然逃婚 这不是闹笑话吗 再说 他跟天方也是情投意合 桃马未转成皇上 又怎么样 皇上不知道他是冬儿 又怎么样 他这样子 逃婚 离家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让事态更严重 到现在音讯全无 也不知道还在什么地方 好歹也烧个平安信回来 对啊 这离家出走 可不杀开的先例 真不知还是跟谁学的 有了 咱们以后啊 先约好一个地方 凡是离家出走的人 都到那儿去 这样大家 就可以不用那么操心了 好 徐府 事不宜迟 出海彭来恐怕要提前了 先生 丹药未成 如何提前呢 量卢丹药都要加把劲 出海的最佳时机 是卢方炼成金丹 准备献丹之前啊 这 丹药 你怎么了 怎么 找不到利益这儿坠子 为了这么一个三分不值二分的东西 用得着这么伤心吗 可那个是卢爷送爷娘的第一副 好 好 改名了 卢爷我多送你几副 不就结了吗 再多 也不是原来的那一副了 爷娘 你别傻了 不论哪一副 不都是卢爷送的吗 别哭了啊 看见你为了一副耳坠子 哭成这样 真叫人心疼啊 等丹药炼成之后 咱们就立刻成庆 等成完了亲事 你可就是卢府的夫人咯 卢爷要带着你 游遍天下民山大泽 吃遍天下山珍海味 你想想 那种日子有多快活 又怎么了 爷娘太快乐了 太高兴 强你 伤心也苦 高兴也苦 苦成了累人可就不美了 你快睡吧 卢爷还得去练担房一趟 别胡思乱想了 好 这里总会有烟花 还好好的没有受愁 好 待会儿趁奶奶不注意的时候 可以偷偷放烟花 你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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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t 那时何时慌张 没什么 糟了 怎么了 沒什么东西不见了 一定是敏顿拿去了 壮事您看见敏顾了吗 我没看见 那我先找敏顾 回来再来招呼你 好姐姐这个地方藏身吧 待会儿奶奶来 可千万别说我在这里哦 更别说刚刚烟花是我放的哦 敏儿啊 敏儿 敏儿 范姑娘 老奶奶 范姑娘 您看见敏儿了吗 没有啊 老奶奶急着找敏儿有事吗 没事 我只想问问她 刚才那烟花是不是她放的 烟花四过眼云烟已经消逝 老奶奶又何必在意 到底是谁放的呢 范姑娘 你可是在逃避仇家的追捕 老奶奶你怎么会这么问 我只是随便问问 您别在意啊 不会的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结怨生仇 哪来的仇家呢 那就好 那就好 范姑娘 不管你为什么离家 置身在外 家里的亲人难免会惦记着 你还是托人烧个线 告诉他们你在这儿落脚吧 谢谢老奶奶关心 没什么 这个敏儿啊 又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老奶奶你别担心 该出现的时候 她自然就出现了 敏儿 敏儿 瞧你皮的 这桃马是谁的 当然是姐姐我的了 是你诉的 嗯 我还曾经诉过一匹像针马一样大的桃马 那是为了纪念我最心爱的马 乌龙 哇好漂亮啊 栩栩如生 简直跟活的一模一样 姐姐送我吗 送你 是啊 咱们有缘相识 我送你忘忧来 你回送我桃马 也不忘咱们相聚一场啊 这 不是姐姐吝啬 只是因为 这桃马对姐姐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那我都要定了 敏儿 好嘛 姐姐 敏儿买不起针马 有一匹桃马 敏儿就心满意足了 好不好 姐姐 好吧 姐姐答应给你 可是 这匹桃马必须先战时搁到姐姐这儿 等姐姐离开以后 这桃马才是你的 为什么 因为 天气不可泄露 要么你就等我离开以后 你再来拿 不然的话拉倒 好嘛好嘛 反正桃马迟早都是你的 也不急这几天嘛 对不对 好了 你快到前面去帮奶奶的忙 谢谢姐姐 走开 走开 大爷 麻烦您通报一声好不好 我们真的有急事 走开走开走开 我告诉你 咱们老爷已经交代过了 凡是到这儿来找燕娘姑娘 攀亲劫气的 一律不准通报 少啰嗦了叫你走开就走开 走开走开 叫你走开就走开了 你心情好 你心情好啊 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的路了 好不容易才到了咸阳 你好歹让我们跟燕娘见个面吧 是啊大叔 我们是燕娘姑娘的表情 麻烦把我们通报也行吧 你这 燕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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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牛啊 燕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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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一块长大的 你不认识我了吗 走了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还在这儿啰嗦什么 我告诉你 你在这儿耍野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了 燕娘 我真的有急事找你 燕娘 你那见死不救吗 燕娘 燕娘 你想死是不是 好 大爷我今天成全你 来呢 在 那么快把这两个人轰出去 是 住手 燕娘 姑娘 别动刀动棍的 我见见他们 是 燕娘 燕娘 你来得正好 我正准备向你辞行 盘缠都准备好了 你真的说走就走 我已经想通了 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 对你 我可是人之意尽 你不为我想 我可得为自己想 每天伴着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吃的是山珍海贵 穿的是绫罗绸缎 但是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活 有什么用 燕娘 燕娘 你说的没错 我也会有老的一天 等我老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老伴 跟我相扶持 燕娘 我对你的亏欠 实在态度太多了 倘若 倘若有幸 当你几疲合法的时候 我能随时再次的照顾 从日出到日后 陪你看春露秋霜 有福我们同享 有奈我们同当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补偿 你不要再哄我了 我不是在哄你 我说的话 这句都是肺腑之言 今天早上 我接到了消息 冬儿总算被找到了 烟娘 我知道你不见得爱听 但是这是件天大的秘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不要听 我不想听 凡是你们组织连秘密 我全都不要知道 烟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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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于你要不要听 想不想听 因为这件事你必须要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 只有你能帮助他们 让他们远走高飞 谁呀 蒙天望跟冬儿 我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你只要将此药 才能如芳所炼的金丹之中 那蒙天望跟冬儿 自然可随徐福远渡蓬莱 他们跟徐福福蓬莱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原来福蓬莱求仙 根本就是个幌子 可是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生物啊 将此药 掺入芳芳炼成的金丹之中 但芳芳试完金丹之后 将剩下的一颗金丹 参此剧毒 金丹变成了毒丹 皇上必死无疑 除暴安良 爷娘 你也算是立了大功一见 可是 可是我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发现 是我动的手脚 我如何脱身 又如何离开芳府 又往何处去 爷娘 你放心 我会派弟兄接你 你最安全的去处 自然也是蓬莱 蓬莱至今有玉娃 小球儿 冬儿 有他们陪你 你就不会寂寞 这样我也比较放心 但是 咱们不是相见无奇了吗 还谈什么晚年为伴 爷娘 暂时放下儿女私情吧 就算你不负蓬莱 我出生入死 也难保有再相见之妻呀 不 你不要再出生入死 宝君被独担独臂 你完成了反秦大业 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 赴蓬莱吗 若能处具银证 但愿毛毛 能一同赴蓬莱 好 既然此事 攸关众人之前途命运 爷娘只有当仁不让 全力以赴了 爷娘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大伙都凤蓬莱 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 我和玉王 到时候你怎么抉择 我 怎么 你还犹豫啊 那当然是 毛庄老师 毛庄老师 爷娘 千万不要泄露一点风声 大伙全仰仗你了 你要小心点 我疯了 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干嘛答应他 哎呀 慢点 当心把他给撒了 你呀 什么都自作聪明 这剪刀烟花也不知道 问奶奶能不能放啊 结果你把他给放了 这万一害了范姑娘 你说咱们怎么对得起人家呢 你又真是 这范姑娘 这范姑娘也该出来用膳了 范儿 范儿 去请范姑娘出来用膳 范儿 去请范姑娘出来用膳 奶奶说话你没听见哪 啊 哦 哦 我就说嘛 咱们没听见奶奶说的话 原来是耳朵堵住了 嗯 你真够皮了你 那你现在还不赶快去 去哪里啊 请范姑娘出来用膳 哦 宋老师 帮我打两斤酒来 好久没来了 怎么 家里有客人啊 是啊 今天我那口子生日 还几个弟兄都来了 可麻死我了 等一下就来了 谢谢你啊 范姑娘得罪了 我两男士奉了范因范先生之命 前来带范姑娘回家的 范先生病了 身为思念姑娘 请姑娘即可对我们返家吧 姐姐 范姐姐 用上的时间到了 姐姐 你刚才是睡熟了 宋婶 客观优点 宋婶 你没事吧 没事 范儿 范姑娘呢 范哥是睡熟了 我敲了半天门 没有人硬 宋婶 您别忙了 咱们弟兄临时有事 先走了 谢谢您放的烟花 刚刚刚刚你不是说门叫不开吗 刚才房门明明是紧闭的啊 范姑娘 范姑娘 这糟了 这糟了 这范姑娘不见了 一定被小驴子那伙人带走了 姐姐走了 桃码归我的了 什么桃码 是姐姐送我的桃码 是姐姐亲手速的 我要拿去给大叔看 她们将范姑娘带走来 毛大哥 咱们总算不负范仙人之托 圆满达成任务了 小驴子 咱们成天喊着反情 如果银阵卓布衣在你面前出现 你可认得 这 他怎么会卓布衣呢 即使为父出巡的话 他身边也应该会有多位身强体壮 而且又身手不凡的天生侍卫 这应可看出个端倪啊 倘若他身边没有身手不凡的武功侍卫保护者 你可敢公然行刺 这 这我当然敢了 行刺嬴政 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这种送上门的机会 岂可轻易放过 好 那我们就再登门造访一次吧 登门造访 毛大哥 你说什么啊 我们登门造访谁啊 当然是嬴政 这是小驴子交给我的画像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们要找的就是范姑娘 因为两年多没见她 并不清楚她的底细 没敢跟她通风报信 她给我的烟花我也没放 哎呀 偏巧不巧就让我们敏儿给捡去 她给放了 把那些人给引来了 现在范姑娘不见了 听刚才小驴子的口气 好像是他们带走的 壮士 您见多世广 您想想看 他们对范姑娘会不会有恶意啊 应该是她爷爷范英托人在找的 只是如此不声不响地把人带走 招呼都不打 实在有千里数 奶奶 敏儿 可以把桃码拿给大叔看了吗 敏儿啊 范姑娘现在下落不明 大叔和奶奶都在挂心呢 哪有心情看什么桃码呀 奶奶 您就别操心嘛 您就把不放心的事 搁在忘忧栏里 您看了姐姐是亲手素的桃码 您一定会喜欢 一定会高兴的 这是她亲手素的桃码 他们姐妹俩 桃素的手艺竟是一样的高明 敏儿没骗你们吧 是不是栩栩如生 本来姐姐不肯把桃码送给敏儿的 说什么桃码对她有特殊的意义 是敏儿求了半天 她才答应送给我的 但是还得等她走了以后 才准我取出来给别人看呢 为什么呢 敏儿不知道 姐姐说天气不可泄露 那是什么 不知道 王城城王兮 宫而逝 如永化蝶兮 逃而胜 什么意思啊 如永化蝶兮 逃而胜 如永化蝶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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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儿 逃而 不 不是逃而 是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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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儿 竟然没有死 冬儿 冬儿